中国各地的疫情持续扩散 中共当局则一直严厉执行所谓的病毒清零政策 11月1号北京昌平区一家四口确诊中共病毒 其中一人是朝阳区花家地小学的老师 随即该校立即封校 全校师生连夜进行核酸检测 学校门口布置大量警力 学生家长聚集在校外等候六个多小时 11月2号凌晨一点左右 确诊教师所在班机的学生 全部被大巴拉走集中隔离 场面令网友揪心 确诊教师的儿子所就读的学校陈经伦中学分校 也在当晚连夜做核酸检测 没做完检测的学生被留在教室中不能回家 而确诊教师所居住的昌平区天通院北二区 被当局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视频显示小区已经被封闭 近日像这样因个别确诊病例当局大动干戈的场景一再上演 11月1号河南郑州万达广场一次因疫情突然关闭 成千上万名顾客必须做完核酸检测才能离开 而前一晚上海迪士尼乐园也突然关闭 园内3.4万名游客必须做核酸检测 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华尔街日报说 迪士尼乐园上演的一幕犹如超现实的场景 大批游客聚集在一起等待检测 很多人穿着万圣节的服装 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大批进场 天空上还有烟火秀在绽放 而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瑞丽市 自2020年9月以来已经经历了四次封城 这个昔日热闹的边境小城 常住人口已经大量减少 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不顾高昂的成本 仍一意坚持这种病毒清零的政策呢 自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文昭认为 这是中共将维稳思想运用到防疫措施上 只要危机不是在多个地方同时爆发 在时间上错开了 那当局就能够调配维稳力量 就是你这儿发现疫情的时候呢 把你这儿五颜堵死了 那别的地方岁月静好 等别处发现疫情的时候呢 你这儿已经解封了 你这儿又可以岁月静好 瑞丽市前副市长戴荣里近日罕见发声 称当局的封锁措施 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情感和物质损失 呼吁中央给瑞丽提供财政支持 并放松对当地企业的限制 防疫清零的政策 和其他国家与病毒共存的政策相对比 请问哪个成本更高呢 因为这个病毒存在 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实 那么清零的成本和与病毒共存的成本 随着时间推移啊 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清零的成本就会上去了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